各位好啊,请咱借着说我移民加拿大那事 视频里的背景啊,是温哥华非常著名的一个景点 大吊桥,一般来温哥华啊,肯定要到这打个卡 希望各位朋友啊,一边听我掰我 一边能领略一下温哥华的风果 上集说到啊,桃牙死 烤完了以后,我自己也没跟 不知道能烤多少份,我忘了什么时候下成绩 反正时间不长,成绩就下来了 我去俊桥拿成绩去,比我想象的好 一开始我以为啊,最多也就讨个五份 前日子好多朋友都捧我,还老补里面一看就得烤个七八份 哪弄如意烤去,我那年都散失了 念两个月影文,我就压死烤个七八份 我深陷了我,那最后考多少份呢 听说,都是六份 读写,两个都是五点五 看来我对自己的认知啊,还是比较准确的 我觉得我听说应该差不多,读写差点 考试下来,确实,听说比读写高 我拿这成绩去承景达 那不以前承景达有一个小贵人 他不信我的听说比那读写好吗 结果他一看我成绩,他还挺惊讶 跟我说,哎,你这听说还真比读写好 我说,那可不会 我毕业以后外派的时候 我最起码还说说英文 但这读写确实,打大学毕业以后再也没冒 然后我问Michael,我说这成绩行吗 Michael说差不多,应该能绵绵试 我一听啊,呵,不是搞兴 好多朋友看我这么刻苦认真的学习经文 都留言问我 你不说你不愿意去加拿大吗 看你这意思不像不愿意去 你就不挺乐意去的吗 这事怎么说呢 打我心理啊,我确实是不想去 但是当时那个社会环境啊 还是楚国热的 谁能楚国,那别人就会对你高看一样 我觉得啊 与其说我想去加拿大 不如说我这个雄心作祟 因为当时正处在我人生最彷徨的时候 我从九八年年底 我就开始不上船了 公司调跑好几回,我都没去 那时候我就不打算跑船了 想在陆地上找份工作 但拿那么好潮去 从毕业就跑船 散漫惯了 而且船上正的比陆地上堵 你在陆地上一般的工作还看不起 挣钱多的工作又干不了 所以那段时间呢 我的生活来源就是炒股票 还有是杂工你 但这也不是个事啊 我那阵已经快散失了 在此之前啊 我的人生还算基本顺利 上小学 上总学 上大学 大学毕业以后 还分配到了一个不错的公司 能出国见见世面 还能挣大钱 可是当我不想跑船了 这生活的压力就开始来了 一个人不断自我否定的过程啊 是一个非常残忍的过程 越来越觉得自己啊 一无是处 吃骂骂没够 干骂骂不行 最要命的是 不管你自己否定你自己 你身边的人也一直在否定你 父母啊 老婆啊 都觉得你不求上进 天天混着等死 这个太可怕了 所以那阵呢 我急需要做一件事 证明自己 不是不求上进 也不是混只能死 正好楚国这事 满足了我这个要求 所以当时 我是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 要把这件事干成了 我觉得如果这件事干不成 没准我又得回去跑船去了 可是你要说 我又多想去加拿大省国去 我是真不愿意 我知道啊 这挺起来很矛盾 但人这一生啊 很多时候都是在矛盾里去选择 这就是什么 成年人的世界 有太多的甚不由己 其实当年我临走的时候 我也没想过要在加拿大逮一辈子 我临走时跟朋友说 我说我到加拿大 挣够一百万 我就回来 可是呢 震荡我挣够一百万的时候 就回不来了 就更神不由己了 我如果是单身 没结婚 没老婆 没孩子 我肯定早就回国了 我不瞒各位啊 我在加拿大 在温哥华生活这么多年 除了当年 在温哥华那办事处 那个天井大姐以外 我是一个朋友都没有 天井电话找我的 除了工作 就是客户 都是说英文的 都是戏人 一个中国人都没有 而且我也不愿意出门 也不愿意见人 有好多朋友都给我死线 老婆我也在温哥华 哪天咱一块出来坐坐 咱认识认识 在这里啊 我也对这些好朋友 说成抱歉 谢谢你们的太爱 不过我是真不想见人 其实我以前不这样 认识我的朋友 都知道我是什么人 我也属于那哥们义气 朋友袋 刚来温哥华那阵啊 我也喜欢交朋友 可是后来啊 不少为慢 就越来越自闭 越来越自闭 不是温哥华这没好人啊 不是人籍的问题 是我自己的问题 车远了啊 我就给大家解释一下 这个为什么在你们看来 我这说的有点自小矛盾 其实不矛盾 就是身不由己 扛牙四 我就没事干了 彻底放松 今天又开始捞一套 看看股票 砸的红衣 喝喝酒 本来那阵啊 我还有个机会 没准能进韩晋那货带的 结果因为移民加拿大嘛 那个事我也不予考虑了 一个月之后 六月底 第三封信来了 告诉我 去体检去 只要体检没毛病 我这移民审情 就算成功了 这体检都是定点医院 我们选的是北京的核木架 打电话给人联系好 定好日子 我们一架散口就去提检去了 七月份 移民纸下来了 有消息是一年 这移民纸一下来 我就开始票了 当时那陈颖达 没周末 在那个国际大厦 有一个影余脚 请了一个外国人 也是加拿大的 给陈颖达这网客户上影文课 其实那阵我已经不需要学影文了 但每次我都去 不为别的 嘚瑟 陈颖达在台阅举办的那个说明会 我也去 我也去看看去 好几百人啊 我还稍要上台讲话 反正就各种嘚瑟 嘚瑟了一个来月以后呢 我就想 到加拿大我干嘛呢 我妈也不会啊 从毕业以后 除了开船之外 妈也没干过 到文庚华以后 我找妈工作呢 我一想文庚华是个大港 北美的一个大港 肯定有这跟传播相关的工作 像什么码头工人啊 凯托伦的呀 因谁呀 我那二副征数 四小正三大正 还有那个GMDSS征数 没准到了我干嘛 还能有路 可是这些征数呢 都在我们公司人事部那扣着 你什么时候上船 他什么时候才给你了 你要直接去要去 你说我要去加拿 你把那征数都给我 他肯定不给你 我们公司人事部 罪你马不够揍 一直是最后 我是怎么把这些征数要出来的 咱是下回粉节 今天这视频就到这 谢谢大家观看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